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童足》 影片一开场就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枪战 谁给谁打搞不清 不过从动静上来看 这武器可是够先进 酱油帝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龙套叔给抽养了 但这倒霉孩子不说好好学习天天相让 整天在学校跳皮脑袋 一天上午 这酱油帝又因为跟同学打架被老师送回了家 被停课的酱油帝就像鱼儿游回了大海 鸟儿飞出了牢笼快乐的不行啊 他首先到墓地看望了去世不久的洋武 然后开始自食其力 到一些废弃的大楼里偷废童烂田卖钱 转场之后 酱油帝来到了开头发生过枪战的那幢破楼 无意中看到了几具身穿高科技装备的尸体 和一个神秘的盒子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还没死透的哥们突然伸出了手 把酱油帝当时就吓尿了 龙套叔下班回到家 一听说酱油帝被停课了 气得是不要不要的 马上就开始让酱油帝劳动改造 龙套叔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斤的 现在不努力长大吃个屁啊 你那位不争气的哥哥今天出狱 晚上咱爷仨错一段 到了晚上 龙套叔的亲儿子胡子哥出狱回到了家 刚开始的气氛还挺融洽的 可吃到一半这胡子哥就出门了 胡子哥找到了黑帮老大文神哥 希望自己欠的那六万块钱呢 文神哥能够再宽限一段时间 文神哥说 我可不是做慈善的 到时候不还钱 我让你们一家三口全到里头饭 到了后半夜 酱油帝做了一梦 就回到了那幢破楼 见到了那个神秘的盒子 惊醒之后 酱油帝连夜来到了那幢废弃的大楼 找到了那个破盒子 当他正瞎捣咕的时候 无意中触动了盒子的机关 原来这个盒子 居然是一把高科技的激光箱 酱油帝带着激光箱刚回到家 就听见龙套叔正在跟胡子哥说话 胡子哥说 我欠了文神哥六万块钱 如果到时候还不上 咱三个都够下 我知道你办公室里有一个发险会 资料是把这六万块钱还上 我发誓今后一定洗心革命好好干 龙套叔一听 气得心脏病差点犯了 说你赶快过滚蛋 胡子哥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带着文神哥去偷他爹地单位导演柜 到了晚上 酱油帝盗窃破通烂铁的事 被龙套叔一发现 龙套叔说 你怎么能这么干 我单位办公室有房地宅上的联系电话 咱俩现在就过去 你挨个给人家打电话道歉 爷俩开着车来到单位门头 龙套叔发现大门锁被人给撬了 他走进办公室一看 胡子哥正跟文神哥的人撬他的把眼柜 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在这场混战中 谁也没占着便宜 龙套叔不信梗的屁了 而文神哥的哥哥也跟着一起去了 胡子哥一看闯了这么大的祸 那还得了 急忙带着钱 开着他爹地的车 撒子就跑了 吃瓜子酱油帝说 出什么事的 咱爸呢 胡子哥说 临时有个急活 谁让咱爸是老模呢 回家之后 胡子哥意识到 此地绝对不可救了 胡子哥说 老弟啊 咱得马上出去自驾游 咱爸自钥匙一干完活 马上就会过去跟咱俩会合 这哥俩前脚刚走 文神哥带着人就杀到 可是却狗念兔晚一步 给哥哥开完追悼会之后 文神哥开始派人 四处打听胡子哥的消息 晚上哥俩在一家 汽车旅馆住宿的时候 酱油帝又开始 捣鼓那个金光枪了 要说这把枪是真不错 亮闪闪多人二目 冷森森寒光刺射 对于那些未来战士来说 枪丢了可不是小事 这个二位利用高科技设备 很快就发现了竹子马迹 第二天的一早 酱油帝给龙套叔打了一电话 可龙套叔的手机 已经转到了语音信箱了 酱油帝在留言的时候 把将要前往的目的地 给泄露了出去 龙套叔的手机 此时正在文神哥的手里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文神哥马上带人 踏上了复仇之路 到了晚上 哥俩来到一夜总会消费 认识了在这里跳舞的辫子姐 久过三旬 胡子哥有点找不着北了 非要上台跟辫子姐 共舞一曲 夜总会老板鸡贼叔 一看可不干 把胡子哥揍的是满地照牙 而就在这个时候 酱油帝端着激光枪出现 酱油帝一抠扳机 所有人都吓蒙逼了 趁着鸡贼叔等人愣神的时候 胡子哥辫子姐和酱油帝 急忙开着车撒自流了 酱油帝这边一开枪啊 未来战士的边 马上就收到了信息了 这二位偷了两辆摩托车 马不停蹄地赶往出车的地点 这胡子哥想再次验证一下 激光枪的威力 可神奇的是 这把枪出了酱油帝 他谁都不认 这个时候胡子哥突然想起来 那个装有六万块钱的提包 忘在了夜总会 为了拿回钱 三个人开车又杀了回来 鸡贼叔正在居中赌博的时候 胡子哥和酱油帝突然就出现 鸡贼叔可是领教过激光枪的威力 因此他不敢轻轻凹 乖乖地把钱还给了胡子哥 紧接着就是一场追入戏 两人在前面跑 一帮人在后边追 酱油帝一枪把一辆汽车给撩翻 其他人一看 吓得都不敢动 胡子哥等人离开不久 未来战事就赶到了夜总会 经过简单的扫描 就重现了当时的场景 龙套叔的死 像一块大石头压了 胡子哥是喘不过来气的 本来他打算把真相告诉酱油帝 可关键的时候 被辫子姐给打断了 为了排解心中的压力 胡子哥到赌场参信 酱油帝和辫子姐吃饭的时候 无意中从电视新闻上 得知了事情的心象 他怒不可遏的来到赌场 找胡子哥算账 两人很快就为赌场保安给控制 然后把这二位交易的警察 酱油帝的激光枪也被没收 胡子哥被捕的消息 很快就上了新闻 文神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急忙带人赶往排除所 在牢房里兄弟俩有一番对话 胡子哥对自己的行为也做了掺和 但酱油帝根本就听不进去 要说这文神哥真是生梦 为了抓住胡子哥 居然带人硬传排除所 并且还杀了好几个警察 文神哥来到牢房 直接把胡子哥拖到了大厅 酱油帝一看大事不妙 急忙到证物室 拿回了自己的激光枪 很快赶来支援的警察 把派出所团团围住了 文神哥的手下刚想对胡子哥动手 酱油帝端着激光枪又出现 并且马上展示了一下高科技的威力 正在外面严阵以待的警察 一看都吓了一跳 FBI的探员冷淡姐说 这什么玩意儿 怎么这么大的劲 当两人刚放下武器 准备投降的时候 文神哥突然出现 而与此同时 得知消息的未来战士 也骑着摩托车赶到 文神哥射出了一颗复仇的子弹 打算让胡子哥领和范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未来战士利用高科技 把时间给动结了 原来这个酱油帝 居然是未来战士中的领袖人物 开头那场枪战 是敌方的人准备去刺杀酱油帝 被酱油帝的手下给击毙了 酱油帝说我哥哥怎么办 时间一解冻 他肯定得领和范 未来战士过去 把子弹改变了一下方向 对准了早就该死的文神哥 未来战士说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等你长大了 我们就过来见你 这二位走了之后 时间马上就解冻了 文神哥当时就被子弹 击中丢了命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情 做人自律很重要 千万不能走邪道 违法乱计瞎胡来 迟早让你叫班票